你喜欢我们中国的男生吗 可以 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中国男生 是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没谈过恋爱 没谈过恋爱 对 那我不是要你谈恋爱 这个去表达 我不是要你谈恋爱去表达 我不是要你谈恋爱去表达 我是说你所认识的中国男生 感觉他们是怎么样 长高长帅 长得高长得帅 那还有其他的吗 有内心的东西吗 先别说表面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比如说 幽默 人挺好的 挺体贴的 有这些吗 中国人很少碰见过 那可能我和我哥两个人是你为数不多认识的中国人 那你觉得我们两个怎么样 可以啊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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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挺好就够了 能得到你这个答复就挺好 那以后等你到达二十岁的时候 有想法加中国吗 我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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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反正问的是问的有点早了哈 我不想去想 啊 我不想去想现在 我什么都不想那个了 你觉得我哥的性格的话 在这里能讨得到老婆吗 应该老婆 这么沉默寡言的也能讨个老婆 应该老婆 应该老婆 那你 年纪分还没到 还是你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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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会说话 我再问一个小事情哈 你有没有跟我哥差不多年纪的闺蜜 或者姐姐 我姐姐也有老婆 不一定是要亲姐姐吗 或者童姐吗 闺蜜的话有 他们年纪跟我一样 没有 最大的没有 像二十多岁的有吗 没有 也没有 对 大概十六十七 跟我一样 最大的 跟你一样 对 没有这么大的 没有这么大的 老哥 老弟 无礼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 绞尽老子给你找老婆 那有没有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没有 那我年轻 实在话 就是 你家里确实跟人家家里面相差太大 生活条件相差太大 就是你如果妹妹回来了 一起睡在那张床吗 里面那张 在我堂几家睡 你在你堂几家睡 对 这里睡不下吧 嗯 我是说嘛 我是说嘛 我是论的 所以里面 两个 加起来三十多岁的 也睡不下 你今天现在还没有吃饭 我吃了早饭 你中午饭怎么还不吃 这不是已经那个排骨已经做好了吗 下雨了我也回不去了 可能我要在这里共度晚餐了 我哥是没有机会 小姑娘还是笑得很开心 虽然没有机会 但是结交了两个中国的好男孩 是吗 是 其实在第一次跟陈大哥 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就知道了 其实这种东西啊 年纪啊 相差这十岁 其实就已经很大了 相差大一点 那就叫老牛吃嫩草 就是在即使相差大一点 结了婚 可能在平时的生活中 他也会有着一些隔阂 聊不到一个点上隔阂 所以我觉得 我哥的缘分还是没有到 还得加油 在老窝继续寻找 乔巴人小姑娘高兴 小姑娘那如果像我这种人 要找多大的何事 我不应该找十八九岁的吗 不要太大不要太小 不要太大不要太小 就是你大概还要再过几年 再过三年 再过三四年 再过三四年 年纪如果还在这个条件上的 还能等三四年的家呢 到时候记得提醒我 到时候我带您来 成那个家 上门提亲 跟小姑娘聊了很多哈 相当励志 尽我们的可能 包一帮他家吧 虽然成不了亲家 但是朋友是做成了 对吧 那我们就要回去了 陈大哥 我们回去了 你坐着坐着 我看你这晕晕晨晨的 赶紧去睡点睡一下觉 嗯 我就不做了 你家里本身这么多人 都在照顾了 看一下我明天再过来 嗯 那我们就先回去 慢着 先走了 拜拜 我再继续给你再找找吧 看一下能不能再找到个 二十多岁的老婆 好吧 好好 嗯 这十几八岁确实 太小了 成一个人家小孩子 小女孩也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要尊重人家的想法 是吧 嗯 能遇见陈大哥 也是咱们的缘分 帮助他家 我还是有了个想法 去建一建这个房子 真的太可怜了 等于现在他家 那现在就两个两个姑娘 在养全家 养两个病重的父母 还有两个小孩 还有两个小孩 两个弟弟 就凭咱们自己的努力吧 去帮助一下他们家 嗯 那这期的视频 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下次见到女孩子也会说话 比我还腼腆 我见到女孩子 我还说有点腼腆 没想到你比我还腼腆 今天晚上叫他出来喝茶 要不要吃烧烤 要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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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